以中国永远也造不成啊是这样 那前半句经常被大家忽略掉啊 好说完了芯片相关的话题 我们再来回到中国时政有关的话题 联合早报近期有一篇评论文章啊 讲到哎中国近期啊提拔了一批女干部 这是不是某一种趋势 小阳有没有关注到这一篇文章 这个我关注到的是 这个在之前的这个妇女 应该是妇联大会上这个习近平出席了 并且是做了一个讲话 然后这个对于妇女工作的指导 我们也有看到了一个最高指示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这个在中国的社会新闻上呢 就关于女性权益的一些啊 这个话题啊 比如说这个女性在工作上 共在职场中 那如果啊怀孕了她的这个假期 她的这个权益啊 她的这个啊 这个公作为一个公作为一个白领 作为一个工薪阶层 作为一个打工人 她的权益怎么被保护啊 其实和这个政策层面和这个社会话题之间是有一点点割裂的 那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方面 但是呃我们看到的一个最新的传言是哎 说彭丽媛要入场啊入政治局还不是入场入场可能更高一点啊 这个传言我看呃当刚才我们还在讨论芯片的时候 其实在我们直播区里啊 大家最关心的可能是这个话题就是彭丽媛入场的这个谣言而已 在这个聊天区里 大家也是展开了一个比较热烈的讨论 嗯 何必先生怎么看 嗯 呃首先呢 就最近几天呢 就是中国出现了一批这个神尾副书记的女性的这种这种人的出现 基本上是个批量啊 这个什么叫批量呢 突然都啊 这个附属级也是女的 那个附属级也是女的 估计啊 就是因为二十大的时候啊 没有一个女性的政治局委员 和这一次的国务委员啊 那个又去当互联主席 就认为习近平对女性呢 重视不高啊 啊 那么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批评啊 就开始进行批量的回应社会 这当然是开玩笑 这个实际上 他们早就已经布局了 要能够成为一个省委副书记 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全部提办出来的 中共啊 它这个体制啊 成的都是照顾方方秘密 它有一点像美国民主党 什么少数民族也来一个了 然后这个什么 哪一个方面的知识分子来一个了 什么这个民主党派来一个了 或者是女性来一个了 就是 所以呢 就是说是一种搭配式的一个政治文化 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改变了中国女性政治的一个一个点 那至于彭丽媛会不会当政治主流 那我真的是悔一所思啊 就是说 我不知道现在是二十大刚刚开完嘛 就已经开始到二十一大了 难道再搞一个新的这个这个全会科大会议 或者是搞一个什么东西 增补这个彭丽媛和政治主委员 我看不到有任何的必要性 对吧 有任何的这个需要 彭丽媛是一个有志于政治的吗 虽然它也是江青同志的这个三东老乡 也虽然它也有一些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一些见解 中国这个政治生他需要他出来吗 我没有看到任何这个必要性 他作为这个第一夫人 他的空间其实已经是巨大无比的 美国的第一夫人和很多的国家第一夫人 扮演的那种角色 不需要像江青这样跳到革命的前台 但是那个时候江青之所以跳到前台 是因为中国要进行一个根本性的政治运动 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国会需要吗 当然现在就是社交媒体时代 大家要想尽一切办法的 抨击这个领导人 嘲笑领导人 每天都是这种新闻 这也不奇怪 有这种谣传吧 我看不到任何的这个可能性 从目前 当然你估计你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估计你老习一代下台了 对不对 彭丽媛再上去听的 对不对 至少应该找习敏泽嘛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大概就这么说一说而已吧 那么之前呢 我们在节目中也为大家介绍到二十大之后 大家突然发现 原来你还有一个孙春兰 现在你连孙春兰都没有了 当时何明先生就说啊 说你这个孙春兰 实际上就是这几个服装里面 相对来讲能力最差啊 被认为是一个 就因为完全的性别身份而被提制 这样的一个能不配位的角色 与其你多搞几个孙春兰 还不如让中国女性的地位有切实的提高 那么随后我们看到的是 其实近期的确是出现了一系列省委级别的调整 原来省委常委的一些女性 可以说是大批量的加速 变成了省委的二把手啊 出现了这样的趋势 那么联合早报这一篇文章是认为 很有可能中国可能会出现第一个女性的政治局委员 一个女性进入政治局又能说明什么呀 对 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还要想去讨论 我觉得我三分之一的是女性 我就认为是真正尊重了女性 因为女性作为这个性别的其中一部分 我记得最开始我少年时代吧还是七年时代 看到我最令我振奋的一本书叫 女性是第二性 我觉得很奇怪女性怎么是第二性呢 女性和男性完全是都是第一性啊 对吧 如果你按照女性的能力智慧和各个方面的表现 我觉得女性成为中国政治局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呢 这是正当的 来一个什么一个两个 这个完全是排蹭 对最好是三分之二三分之一不够 好 因为至少我为什么说这么大的比例啊 如果你去美国的名校啊 你很震惊啊 难道我的眼睛里都是女生吗 我发现没几个男生呢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 大家都发现其实现在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啊 不管是在各个发达国家 其实都已经接近或者是超过了男性 而女性在职场中啊 往往却和男性相比处在了劣势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大家可能首先分析啊 经济学家的观点就是 这可能是我们叫做职场的预期 什么意思就是一个女性进入职场之后呢 可能几年之后休产假 特别是年轻未婚的女性啊 那这就会导致她整个的职业生涯出现中断 未来呢不利于进一步的健身 还有一种理论是什么呢 就是同性提法 现在的职场中往往占有权力地位的是一些男性 那么他们在提拔的时候 往往会选择与自己的身份标签 更类似的同样的男性 同样的白人等等 造成整个提拔结构里面女性处于不利的地位 还有啊也有另外的一种看法 就是由于啊这个女性啊往往是承担着比较重的在家庭抚养照顾家庭孩子啊 以及照顾老人这样的一个职责 因此啊在两个人之间需要出现这样的性别角色的平衡的时候 女性往往先出让的是职场这一方面的角色 男性承担更多工作场合的角色 女性更早的回归家庭 有这样的一种预期在对于女性的职业生涯也不利 有各种各样经济学的解释 但经济学家自己啊也有很多不同的争议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在女性社会权利和社会地位这一方面啊 中国离很多的发达国家相比还的确是差的太远 我们所在的美国也很难说是世界的标杆 特别是这个在美国对于我们叫做啊这个政府对于孩子的抚养实在是承担的太少啊 在美国一个孩子养育成本实在是太高 很多的时候啊在家庭收入没有办法负担的时候 这一部分职责其实就落在了家里的女性身上 这一点呢美国的健康经济学家也有很多的讨论 或许有机会我们在思想先去报 再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 这个话题今天暂时给大家讲到这里 接下来要聊的是外交有关的话题